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高血压是指静息状态下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拱柱和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拱柱。然而,并非所有的高血压都具有相同的危险性。有些类型的高血压比其他类型更危险。 1. 恶性高血压。恶性高血压是一种高血压急症,其特点是血压急剧升高,通常伴随着头痛、恶心、呕吐、视力模糊等症状。这种情况需要及时治疗,因为如果不加以控制,恶性高血压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如心脏病、脑促重、肾功能衰竭等。 2. 恶性高血压的发生率相对较低,但其致死率却相对较高。 这是因为恶性高血压会引起血管壁的病理性改变,导致血管破裂、出血或者血栓形成,从而引发严重的并发症。 心脏病是恶性高血压的常见并发症之一,高血压会增加心脏负荷,导致心肌肥厚和心脏功能不全。 长期不受控制的高血压还可能导致关心病,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 脑促重也是恶性高血压的严重并发症之一。 高血压会损伤脑血管壁,导致血管破裂或者血栓形成,从而引发脑出血或者缺血性脑促重。 脑促重可能导致脑组织缺氧,坏死。 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瘫痪、失与等后遗症。 肾功能衰竭也是恶性高血压的常见并发症之一。 高血压会损伤肾小球和肾小管,导致肾功能逐渐下降。 长期不受控制的高血压还可能引起肾动脉挟展,进一步加重肾功能损害。 治疗恶性高血压的首要目标是迅速降低血压,以防止并发症的发生。 常用的治疗方法包括静脉脊药降压药物、口服降压药物、血液净化等。 同时还需要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 了解其病因和合并症以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二、难治性高血压。 难治性高血压是指在经过规范治疗后,血压仍无法达到目标水平的情况。 这种类型的高血压通常与多种因素有关。 包括遗传因素、肥胖、糖尿病、肾脏疾病等。 难治性高血压的危险性在于其难以控制的血压水平会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 研究表明,难治性高血压患者的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高血压患者。 心脑血管事件包括心脏病发作、中风、心力衰竭等。 难治性高血压的治疗通常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 首先,医生会评估患者的病史。 体格检查和相关检查结果,以确定高血压的原因和可能的并发症。 然后,医生会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包括药物治疗、生活方式改变和可能的手术干预。 药物治疗是难治性高血压的主要治疗方法。 常用的药物包括利尿剂、盖通道组织剂、血管紧张素转换煤益致剂、 血管紧张素受体组织剂等。 对于难治性高血压患者,可能需要联合使用多种药物来控制血压。 除药物治疗外,生活方式改变也是治疗难治性高血压的重要措施。 这包括减少炎的摄入、控制体重、增加体育锻炼、戒烟和限制饮酒等。 在某些情况下,手术干预可能是治疗难治性高血压的选择。 例如,对于肾动脉狭窄引起的高血压,可以考虑进行肾动脉扩张术或肾动脉支架植入术。 三、半发性高血压。 半发性高血压是指由其他疾病引起的高血压。 与原发性高血压及原因不明的高血压不同。 这种类型的高血压危险性在于其潜在的病因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 肾脏疾病是半发性高血压的常见原因之一。 肾脏在调节血压方面起注重要作用。 如果肾脏功能受损,可能导致血压升高。 例如,肾小求肾炎、肾动脉狭窄、多囊肾等疾病都可以引起半发性高血压。 这些疾病会导致肾脏的滤果功能下降。 体内水纳株瘤、血容量增加,从而引起血压升高。 如果不及时治疗,肾脏疾病引起的高血压可能会进一步损害肾功能,最终导致肾功能衰竭。 内分泌疾病也是半发性高血压的常见原因之一。 内分泌系统中的激素对血压调节起注重要作用。 如果内分泌失调,可能导致血压升高。 例如,原发性全固酮增多症、甲状腺功能抗进。 是个细胞瘤等疾病都可以引起半发性高血压。 这些疾病会导致体内激素水平异常, 进而影响血管张力和体液平衡,从而引起血压升高。 内分泌疾病引起的高血压如果不及时治疗, 可能会导致代谢紊乱、心血管疾病等严重并发症。 除了肾脏疾病和内分泌疾病, 其他疾病也可以引起半发性高血压, 如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等。 这些疾病都会对血压调节机制产生影响,导致血压升高。 4.怎么预防高血压? 预防高血压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疾病, 会增加心脏病、中风和其他健康问题的风险。 以下是一些医学角度上的预防高血压的方法。 1.饮食控制 采用健康的饮食习惯可以降低高血压的风险。 建议减少食盐的摄入, 限制加工食品和快餐的消费。 增加新鲜水果、蔬菜、全穀物和低脂肪乳制品的摄入。 2.控制体重、肥胖是高血压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 通过保持适当的体重可以降低高血压的风险。 建议采用健康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来控制体重。 3.戒烟 吸烟会导致血压升高,并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戒烟可以显著降低高血压的风险。 4.控制咖啡因摄入 咖啡因会导致血压升高。 建议限制咖啡因的摄入量。 5.锻炼适度的有氧运动 如快走、游泳或其自行车可以帮助降低血压。 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6.减少压力 长期的压力会导致血压升高。 通过采用放松技巧,进行休闲活动和寻求支持来减少压力。 7.定期体检 定期测量血压及时发现高血压,以便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综上所述、恶性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和半发性高血压是三种最危险的高血压类型。 对于这些类型的高血压患者,应及时就医并接受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此外,定期监测血压积极改善生活方式。 遵循医生的建议也是预防和控制高血压的重要措施。 通过加强对高血压的认识和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预防和管理这一常见疾病。 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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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RAO coworkers 》 本作发amos tag头 coincide油声。 遵復ση是My SpiderChip aber当 Men Edge今代气压成的作品。